华语文听力测验 第二部分 段落 说明 在这个部分 你会听到几段话 每段话结束后 会问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有 A、B、C、D 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内容 也会出现在题本上 立题如下 请听这一段气象报道 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各位观众您好 为您报道今天2月11日的天气预测 明天周休2日 各地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适合民众出游踏青 不过西半部日夜温差较大 民众请注意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形态将持续到15日 从16日开始 因为受到封面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 尤其北部及东半部几率 可达80%以上 第二题 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 A、气温降低 有短暂雨 B、受到封面影响 会下雨 C、是适合出游踏青的好天气 D、早上会下雨 下午出太阳 请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把答案涂在答案卡上 每题只念一遍 选项念完后停5秒 就继续下一题 说明结束 第二部分考试开始 请翻页 请听这一段和脑部疾病有关的报道 然后回答两个问题 目前在欧美国家 因脑脊髓问题而伤残的人数 约有60万 脑部受创伤的病人 更有此十倍之多 研发相关疗法及药品 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对药商和健康保险业而言 是有庞大利益可图的 但即使如此 许多药商却陆陆续续 从神经疾病药物的开发中退场 这个原因十分简单 先前的投资还未回收 过去10到15年的临床试验 都已失败收场 要重拾药物开发 不但得先克服过去遇到的问题 还需借由跨领域的交流 找出具有潜力的化合物 确定双方研发时 所能投入的资金 再针对这些化合物 进行妥善的小型临床研究 如此 在药物开发上 才可能跨出一步 第26题 为什么药商不愿意 继续开发神经疾病的药物 A. 社会成本太高 B. 投资报酬率过低 C. 病患生活不见起色 D. 健康保险受益不大 第27题 药商若要重新开发药物 必须怎么做 A. 扩大施药对象 D. 筹措研发资金 C. 结合跨领域的创新 D. 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物理学家在研究了 蜂蜜的绳卷效应后 提出了目前的发现 请听这段研究报告 然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现在请听报告 当蜂蜜垂直落到吐丝表面时 并不会均匀地往各个方向流散开来 而是转啊转地 像绳子般盘绕落下 这个有趣的现象 早在1950年代 就已有物理学家开始探究 并把它称为液体的绳卷效应 但直到最近 我们对这个现象才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系统性的实验后 我们发现 不同的液体在落下时 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像是延长 弯曲或扭转 而决定液体变形的主要关键 在于往下拉的重力 以及液体与空气间的摩擦力 也就是液体内部的粘度 因此 虽然流体历史中 常以欧拉方程式来解释各类流体现象 但由于它定义的流体通常粘性极低 所以当面对像蜂蜜这类粘搭搭的流体时 便束手无策了 最后 我们参照了牛顿运动定律 希望根据实验 发展出一套能说明 绳卷效应的数学方程式 来证明绳卷现象 可以由不同的模式产生 第二十八题 关于绳卷效应 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适用于解释各类流体落下的情形 B 早在1950年代就有相关研究成果 C 由命名的物理学家完成理论的建立 D 命名的方式与流体落下的形式有关 第二十九题 报告中为什么提到欧拉方程式 A 说明不能解释绳卷效应的原因 B 强调使用的频率低于牛顿定律 C 表示能应用于各种流体类型上 D 归纳影响流体落下情形的因素 第三十题 对于这项研究 物理学家期望能达成什么目标 A 比对不同流体间的受力表现 B 罗列能反映绳卷效应的流体 C 建立能证明实验结果的方程式 D 藉由实验证实既有理论的错误 螳螂蝦是一种水中生物 它眼睛的特殊构造引起科学家的兴趣 请听这段关于螳螂蝦的介绍 然后回答三个问题 现在请听介绍 全世界的螳螂蝦约有四百种 根据手臂形态 可分为镰刀形和垂直形两类 为了能够精确攻击猎物 它们也具备快速判断物体距离的能力 螳螂蝦最特别的地方是眼睛 一般生物的视网膜上 只有几个感受不同波长光线的细胞 例如人的眼睛 只有感受红、绿、蓝 三个波段的感光细胞 透过比较三个波段的亮度 来侦测成千上万的色彩 而螳螂蝦是目前已知的生物中 拥有最多种感光细胞的生物 螳螂蝦的眼睛 能侦测到十二种不同波段的色彩 而由于这十二种感光细胞独立运作 平行处理各波段的光线 使得螳螂蝦的彩色视觉系统 有着极高的效率 这种平行运作的视觉系统 还有个独门技巧 例如 当人类看到黄色时 红色与绿色感光细胞同时受到刺激 因此 红光加绿光与单一波长的黄光 在人类的眼中并无不同 而螳螂蝦则能区分两者的差异 第三十一题 根据介绍 螳螂蝦是依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决定它的分类 A. 手臂 B. 触角 C. 眼睛 D. 大脑 第三十二题 关于颜色的变析 B. 有人与螳螂蝦的比较可以知道什么 A. 螳螂蝦的感光细胞呈现退化状态 B. 人的感光细胞只能侦测三种颜色 C. 感光细胞的数量和变色能力成正比 D. 人的感光细胞种类不及螳螂蝦的多 第三十三题 这段介绍里说 螳螂蝦的视觉系统怎么样 A. 它的感光细胞在生物界不算多 B. 能分辨单一色与合成色的不同 C. 脑部的色彩分析机能非常发达 D. 色彩讯息过多 使处理效能不张 晚间的新闻报道提到一则有趣的实验 请听这段报道 然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报道 知名作家兼导演九把刀的芯片即将上映 他很担心 一旦电影的结局外泄 会严重影响票房 因此他特别拜托 已经看过电影的观众 千万不要把结局告诉亲朋好友 也不要在网络上到处宣传 不过 这位导演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美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 邀请三百位喜欢悬疑 推理 神秘故事的受试者 阅读这一类的小说 再请他们由一到十给予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 即使研究人员一开始 就把曲折的结局告诉读者 读者在阅读完后给的平均分数 仍然趋近于满分 换句话说 读者先知道结局 并不会减少他阅读的乐趣 事先了解剧情走向 反而更有参与感 这或许代表人们对过程比结局更有兴趣 研究人员赵先生说 就拿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来说好了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悲剧故事 也知道结局 但不影响读者对他的喜爱 哈姆雷特依然流芳千古 过去大家都认为 保持电影或小说结局的神秘感很重要 但是根据研究 这种神秘感很可能被高估了 第34题 报道中提到的导演担心什么事 A. 电影不卖座 B. 电影比小说好看 C. 电影宣传做得不好 D. 观众看不懂电影结局 第35题 报道中提到的实验如何进行 A. 让读者自己阅读找出结局 B. 让读者知道结局后进行改写 C. 让读者先知道结局再继续阅读 D. 请读者知道结局前先进行评分 第36题 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 A. 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 B. 没有结局的小说最吸引人 C. 不知道结局才能引起阅读动机 D. 知道结局能让读者更投入故事的情节 第37题 研究人员赵先生为什么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 A. 说明故事结局应尽可能保持神秘性 B. 说明好作品可以不断改写为新的故事 C. 说明写作的过程可以参考读者的意见 D. 说明作品的价值不会因结局曝光而下降 D. 下面的报道提到了一个新兴的行业 D. 请听这段报道 D. 然后回答四个问题 D. 现在请听这段报道 D. 过去一般公司企业在征裁时 D. 会先了解求职者是否有犯罪前科 D. 并且调查他们信用贷款的记录 D. 如今随着网络发达 D. 某些企业表示 D. 了解求职者在社群网站上的一举一动是必要的 D. 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人事主管就表示 D. 你知道 D. 我们总是不希望招募进来的人有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 D. 借着观察这些求职者在网络上的发言 D. 我们可以知道传统求职履历上看不到的是 D. 如果有人经常发表愤怒、仇视或是猥亵的言论 D. 当然会让我们对它的人格大打折扣 D. 因为有这样的需求 D. 搜集这类资讯的公司便应运而生 D. 这些公司被称为社交情报公司 D. 专门为各大企业调查面试者过去七年来 D. 在各大社群网站的种种发言及动态 D. 提供企业是否录用这些人员的参考 D. 不管是涉及暴力、毒品或猥亵等留言 D. 还是曾经张贴过色情照片或影片 D. 都会汇整到社交情报公司的资料库中 D. 不少人质疑 D. 这样的做法很可能涉及侵犯隐私 D. 但社交情报公司表示 D. 它们并不是侦探 D. 它们所做的只是汇整资料 D. 而这些资料都公开在网络上 D. 是可以自由取得的 D. 第38题 报道中提到的情报公司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D. 帮企业刊登征裁广告 D. 帮企业管理内部的网络资讯 D. 帮企业搜集求职者的社交动态 D. 帮企业员工在网络上寻找另一半 第39题 一般企业为什么需要这种情报公司的服务 A. 有些人才太抢手 不容易争取 B. 求职者太多 主管没时间面试 C. 主管想进一步掌握求职者的背景 D. 主管想给有犯罪前科的人一个机会 第40题 跟过去相比 现在企业在征裁时 重视员工哪一方面 A. 履历表 B. 人格特质 C. 沟通技巧 D. 电脑资讯能力 第41题 面对外界的质疑及批评 情报公司如何回应 A. 他们会公布整个调查结果 B. 他们会请侦探进一步调查 C. 他们搜集的资料都是公开的 D. 网络上的资讯本来就不可信 日前教育学院的李教授表示 他很担忧年轻人阅读太简单的文章 而丧失逻辑思考的能力 然而网络作家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一段综合两方观点所做的评论 请听完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评论 李教授认为 网络文章的思考逻辑通常不清楚 看网络文章 不如读法院判决文来学习思路的表达 对于这一点 网络作家们表示 这样的想法其实代表着不同世代 对于新事物有不同的理解 然而在面对世代交替带来的转变时 应抱持一份宽容 因为文学的价值在于他所表达的内容 而不在于文字本身 网络作家代表也提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每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学 他们的核心价值都是一样的 纵观两方看法 我认为判决文书固然逻辑清晰 条理分明 但有些法律用语太过生硬 还有些诡辩论述 年轻人读了 未必能从中获益 不管是文言文 白话文 法院判决文 或是网络文章 都只是一种表达工具 不应有上下之分 重要的是文章内涵的价值 李教授或许只是想鼓励年轻人 多看些有深度的文学作品 或是经典之作 对于这一点 我想大家是不会意见相索的 因为多涉猎总是好的 好的作品才能开阔人的视野和胸襟 就像是本校的刘校长却年轻人 不要画地自现 要有广泛的嗜好 培养专业以外的兴趣 感受世界的美好 第42题 网络作家们对李教授的说法 有什么回应 A 新世代的文章更具创造力 B 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不变的 C 感谢李教授的包容与尊重 D 简单的文章更具有表现力 第43题 李教授举判决文书的例子 想说明什么 A 内容方面没有意义可言 B 有逻辑的文章有意思考 C 年轻人的文章毫无深度 D 阅读难度高于任何文章 第44题 说话者的立场是什么 A 文体间不应有优劣之分 B 文体的使用应区分场合 C 旧思维终究被时代淘汰 D 读书与内涵的养成无关 第45题 说话者引用刘校长的话 用意是什么 A 说明为什么否定李教授的观点 B 据相同意见支持网络作家们的看法 C 表示只有刘校长的看法与自己近似 D 为李教授的看法提出可接受的解释 下面是一段关于安提基瑟拉仪的介绍 请听完后回答五个问题 现在请听介绍 20世纪 20世纪初期 渔公在探查海底世界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木箱 暗藏在箱子里的东西 震撼了百年来的科学史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以它的发现地命名 称作安提基瑟拉仪 它被取出时已断裂成多块 这个仪器上的齿轮 以及刻印在它上头的名文 让许多学者认为它与天文有关 但也有人认为是航海仪器 经多方研究后 确定它是西元前二世纪左右的天文仪器 于西元前一世纪时 随着一艘商船沉没大海 历史记载中 最早的天文仪器是日轨 在中国、古埃及、希腊等地都有记录 但这些千年仪器都没有齿轮 安提基瑟拉仪算是目前西方 发现最早有齿轮的天文仪器 次早的是拜占庭的日轨仪 再来是伊斯兰文化中的齿轮日历 安提基瑟拉仪共有30个齿轮 再搭配5个被认为已遗失的齿轮 科学家发现 它不仅能说明天体的运行 预测日时、月时的日期 还能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 它的精巧程度和目前已知的西方科学史 有至少千年的落差 所以这个发现令相关领域的专家感到无比兴奋 也重新开启了古文明的天文知识之窗 第46题 关于安提基瑟拉仪 以下哪一个是对的? A. 经多年的探勘才被发现 B. 仪器是以发现者命名的 C. 发现前被封存于箱子中 B. 发现时仪器仍完好无缺 第47题 经研究 科学家发现安提基瑟拉仪 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A. 辨认方向 B. 侦测气温 C. 数字运算 D. 测量经纬 第48题 安提基瑟拉仪被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A. 现存最精简的日轨仪 B. 现存最原始的航海仪 C. 现存最完整的行星观测仪 D. 现存最古老的齿轮天文仪器 第49题 为什么提到中国等地早已有类似仪器的记载? A. 说明安提基瑟拉仪的历史价值不高 B. 强调安提基瑟拉仪的发现时间很晚 C. 图出安提基瑟拉仪与它们不同之处 D. 表示安提基瑟拉仪的发现不令人期待 A. 对古文明的科技发展需重新评价 B. 古代天文知识已经超越现代水平 C. 天文史与数学史的发展息息相关 D. 因无类似文物可比较而表示怀疑 A. 词 随意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